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佳 今天來到現場是現代IONIQ 6 這台車的定位 原廠是說它是一台四門跑車 不過嚴格來看的話 目前在市場上 它是沒有同級距的對手存在的 有些人會想說 那Model 3不算是對手嗎 其實你就看它的體型大小 訴求 機能性等等 都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你不應該把它們 列為同級距來比較 而是應該說 在相近的預算水準下面 你可以買到的電動車 有哪些選擇 用這個基準卷去看的話 會是比較適合的 那IONIQ 6身為2023年度風雲車 其實我們更想要知道的是 它除了是一台電動車之外 對於我們用車的本質上面 它有沒有辦法滿足我們 比如說操控性啊 乘坐質感啊 甚至配備啊 以及機能性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今天想要找出來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值得買跟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好我們現在坐到IONIQ 6裡面 那首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國外版本有的 車內的電子後視鏡 在台灣版本是沒有這個配備的 原本螢幕的位置 現在就是一個看起來 速徑速徑的一個飾板 你可以在上面貼便利貼啊 或是說你黏一個磁吸的裝置 在這邊也可以吸手機 就自由運用 不過我個人啊 其實並沒有那麼傾向於 所謂的電子後視鏡 因為根據過往使用經驗來看的話 電子後視鏡啊 它在使用的過程中 以及它的距離感 永遠沒有比實體後視鏡來的好 所以我覺得台灣版本沒有也就算了 好那我們看 這台車整體的內裝部分呢 其實跟IONIQ 5有蠻多類似的地方 但也有許多不一樣的巧思 那我們就一一來看一下 它所有的內部設計 以及它的功能配備 首先呢 這台車它有兩個選配 一個是它的HUD抬頭顯示器 然後一個是這個面積很小的天窗 我本來以為是大片的 居然是這麼小 不過呢 那HUD抬頭顯示器啊 是我個人相當喜歡的一個配備 因為這個抬頭顯示器啊 它不只是會顯示 駕駛輔助相關的機能時速等等的資訊之外呢 左右兩側的盲點偵測警示呢 它除了會在後視鏡上面顯示之外 抬頭顯示器裡面也會顯示哦 所以基本上啊 我在開車的時候啊 我甚至不用左右轉去看我的後視鏡 我只要看正前方 我就知道說 左右兩側的盲區裡面有沒有車輛 這使用起來真的是滿方便的哦 儀表本身的設計呢 它是用兩個 應該是雙12.3吋的螢幕納入 左邊呢是拿來檢視我們的 傳統的儀表資訊 像是里程啊 你傳統系統啊 胎壓啊 檔位啊 時速等等 從這邊都可以看到 另外呢 這個儀表裡面啊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當你打左右方向燈的時候呢 儀表本身啊 它都會顯示哦 左右盲區哦 相對應的影像哦 那它可以輔助我們哦 去判別說盲區內有沒有摩托車啊 或是說其他的障礙物 不過啊 我個人在開車的時候呢 如果說我要右轉的話呢 其實我是會直接往後面看哦 往B柱的方向看去哦 或是說變換車道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習慣就是這樣子 也比較直覺 那這部分呢 就看你的使用習慣來去做切換哦 方向盤上面呢 原本放廠位的地方 現在是四個小點 四個小方塊 大家可以看到 這台車它不只是在外觀的部分 有很多像素風格的設計哦 在車內的部分也是哦 那這四個小方格呢 在你在切換駕駛模式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變色的 如果說你切換的是ECO 它會變綠色 那你切換SPORT 它會變一個紅色 那同時你在充電的時候 或是這車快沒電的時候 這邊也會有相對應的指示 如果說這台車你已經用得很熟了 那基本上它亮什麼顏色 你就會知道說它所需要傳達的資訊 方向盤的左側 這邊是來控制你的駕駛輔助機能 ACC這種跟車道維持 它是獨立控制的 那有些人會喜歡說 我像特斯拉一樣 或是像福斯的系統一樣 我按一個按鈕 然後它就是 ACC跟車道維持一起開啟 但我個人是喜歡說 ACC跟車道維持 它是可以分開控制的 像我自己在使用這些駕駛輔助機能的時候 就算我有開ACC 但是車道維持 我基本上都是關閉的 因為大部分的車道維持 它都會把你的車子維持在車道中央 那我個人開車的習慣呢 我會稍微偏左一點點 這樣的話呢 我會有機會獲得更遠的視野 比較能夠提早 預知前方的路況 所以基本上這些駕駛輔助機能 我會把車道維持關掉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像這種 可以獨立控制的設計喔 那右側呢 就是拿來控制你的音響相關的機能 那方向盤上面有一個信號 基本上就是我的最愛 那方向盤跟中控台這邊各有一個 你可以控制不一樣的機能 可以從系統裡面去做設定 方向盤後面的換檔撥片 它現在並不負責換檔 因為電動車 像這台車它是沒有換檔機能的 那從這邊你可以控制你的回充阻力 你可以使用你的Auto 讓它自動去控制 或是說呢 它有四段調整 可以透過方向盤換檔撥片去做切換 那當你調整到最大第四段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玩PADO模式 那這部分呢 就看你自己使用的狀態來去做調整 那我個人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使用Auto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跟ACC系統做一個整合 如果說它真實上前半口的車輛 那你又必須要減速的話呢 其實它會適當的去加大你的回收阻力 讓你的速度更快的降下來 同時也達到充電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用Auto模式就可以囉 那我個人其實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有三個東西 就是這三個撥桿 左邊是放的撥桿嘛 右邊是雨刷嘛 然後這邊 又要修繞的這個 就是它的排檔撥桿 那為什麼喜歡呢 第一個它除了造型好看之外呢 它觸感真的是很不錯 一般我們在看這種 類似像鍍鉻材質的東西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過於光滑 或是說有時候是像中光台這邊 就會有點摸起來色色的 但是目前呢 我們常用的這三個撥桿呢 它的觸感是 我覺得是滑得剛剛好 它摸起來就很像那種 小baby的皮膚一樣 那種感覺蠻不錯的 白檔撥桿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旋鈕式的設計 往前推到底它是D檔 往後一點是N 然後往後推到底它是R檔 那P檔的話是這邊用按的 剛開始你在使用的時候 可能會沒那麼習慣 因為它畢竟在位置很下面 你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其實你只要記住一個原則 就是往前推到底就是D檔 然後往後推到底就是R檔 其實還蠻直覺的 好我們現在來看車載系統的部分 等一下 這都韓國人 我是看得懂是不是 我先切回英文 這裡是 到底是誰啦 每次都要搞這一招 可以了吧 好那這個車載系統 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中文顯示 你最多就是使用英文介面 那這套系統呢 本身其實我覺得它是需要一點學習成本 因為它所提供的功能非常多 然後非常的細 那除了我們比較常用的 比如說EV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你的續航底層還有多少 這是開冷氣的狀態 這是不開冷氣的狀態 假設說你今天的續航底層真的很有限 可能只剩二三十公里 你關冷氣可以再多過五公里 這時候你再去考慮要不要關冷氣 不然一般開車誰會關冷氣開車 OK 那在充電的機能部分 你也可以去做一個排層化充電 如果說你不是打算每天都要充電的話 可以去設定說 可能E35要充電 246不用 或是說你每天都要充電 但是你充好80%就好 可能可以保護電池 這部分它都有些細部的功能可以調整 另外V2L部分 也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也可以去選擇說 我V2L在使用的時候 我車子至少要保留多少電 像我在設的話 我可能會保留個40% 讓車子還有足夠的電力 可以讓我去其他地方進行充電 這台車本身是有支援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不過它不是無線的 它是有線的 你還是要拆一條USB-A的線 然後在這邊 那同時它也有無線充電的機能 那我今天在使用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小狀況 就是說當我插著有線在充電的時候 它同時無線充電也會幫我充 那等於這時候手機會變超燙 所以在車載系統裡面 它其實有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無線充電的功能把它關掉 那如果說你是插著有線在充電的話 建議就把無線關掉 因為基本上你也用不到 只是讓手機發熱而已 那進來Apple CarPlay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整體操作的效果 就跟我們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是相當類似的 而且整體的順暢度 我覺得也不會讓人家覺得延遲 整體不管是畫質、操作性 我覺得都是蠻不錯的 那車載系統裡面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它這邊提供一個語音備忘錄 你可以像我們在手機上面 去記錄我們的語音 那這部分你就斟酌使用 不要隨便去錄到一些不該錄的東西 那這台車的雙前座椅 它都是有冷熱調節功能 可以從這邊去調整說你要熱一點 然後冷一點 不過我覺得實際在使用上的話 加熱的部分會是比較有感的 那通風的部分 像我今天整路開了 我的通風都是開著的 我並沒有覺得說它有特別冷 頂多就是讓你覺得不悶 但好處是說它不會很吵 就是讓你的背部分但是它不會很吵 那方向盤加熱也是從這邊去控制 如果說在冬天使用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開啟方向盤加熱功能 那後座的部分呢 後座的兩個座椅它是有加熱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可以實際去試試看 那剛才我們講到 這台車廂其實在很多功能部分 都有一些很細節的設定 你從setting裡面進去 你可以先選說你的車輛 然後設定些什麼 比如說駕駛輔助機能 你點進去之後 它其實都有相對應的細部設定 不過我個人覺得 駕駛輔助相關的機能 基本上都讓它維持一樣 因為它都是跟安全有相關的 或是說它是安全地形 或是說後方交通警示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如果有都把它開著 那像停車輔助 它這邊也有都把它開著 那駕駛模式呢 這邊有一個你可以制定你的駕駛模式 剛才我們講到 這邊方向盤左下方這個按鈕 你可以切換成三個預設的模式 但同時呢 它也提供一個你可以制定的功能 那制定的功能 你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說 你的方向盤的轉向 你的引擎出力 那你的油門靈敏度 然後甚至呢 你也可以設定說 我這台車它只要後輪驅動就好 因為這台車它基本上是四輪傳動的 那一般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是會選擇自動的四輪傳動模式 Auto AWD 那它系統會依據你目前的用車情況 來選擇是要後輪傳動還是要四輪傳動 那我今天在開的時候呢 其實呢整體使用下來 如果說我並不是在很濕滑和路面的 那我會選擇後輪傳動 因為當使用後輪傳動的時候呢 它整體開起來的力度感 會比四輪傳動更好 那這部分呢 也可以依照你不同的路況 甚至是你個人的駕駛喜好 來去做切換 那EV的部分呢 它細部的設定 主要就是看你充電的機能 比如說你用AC充用DC充 你個子要充到多少% 都可以從這邊去做設定 那同時呢 它有一些冬天模式啊等等 這些我們在台灣比較用不到 那聲音的部分呢 它的細部設定 除了可以去調整你的音場之外呢 有個地方我們是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呢 這台車它是電動車嘛 但是呢 它其實啊 可以調整說 它模擬聲浪的部分 那它有三段可以調整 如果說你調到最大聲的話 你會發現 就算你沒什麼在加油門 加電門 它都給你一個很大聲的模擬聲浪 我覺得實際在感受上 跟我們的行車速度沒有那麼吻合 所以我個人都是使用 有聲音但是 級別最小的這個設定 如果說你把它都關掉的話呢 當然是很安靜沒有錯啦 但是呢 當你都沒有這些輔助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你比較容易產生速度迷失 就是速度可能已經很快了 但是呢 你並沒有一個相對應的體感 那這相對來說 在開車的情況下 會是比較危險的 好我們再往下看 實體按鍵跟空調介面的部分 空調介面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至少它是有很多功能性的部分 都可以從這邊去做操作 至少不用像 有些車 你只能夠用觸控面板去操作 那相對來說比較不方便 比如說像這台車 它的觸控面離我這麼遠 正常的坐姿的時候 其實很多地方我是按不到 我必須要這樣往前一點 那這時候呢 至少在空調面板部分 我可以使用大部分的機能 那唯一一個我自己小小購變的地方 就是它在溫度的控制 基本上你頭沒有往下看 你也是調不到溫度 我覺得這是小小可惜的地方 那其他常用的功能按鍵呢 比如說音量的旋鈕 靜音 然後後鍵 然後媒體 然後我的最愛 或是設定等等 從這邊都可以去找到 那在右側的部分 有個波鍵 基本上這個鍵就是專門來調電台頻率的 那在右側這邊有個P 就是開啟你的環境影像系統 那如果說你要操作自動停車功能的話 就要把這個P按住 你在車內的時候呢 自動停車功能就是靠這個P鍵在控制 那如果說你在車外的話 自動停車功能就是靠你的遙控器 那最右邊的部分就是你停車雷達 要不要打開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裡有一個無線充電裝置 基本上這個空間都是拿來放手機的 一個UCPA的充電器 那這邊有兩個杯架 那杯架本身都有夾緊的功能 那我覺得它的深度是不錯 然後你放什麼樣的瓶子呢 它都有一個滿好的固定效果 那再往後看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排按鍵 其實呢它是車窗的控制 因為在這台車上它的車窗控制 並不在門板上面 而是統一配置在中間這裡 那包含中控鎖 後座的同安全鎖 其實也是從這邊去做控制的 右邊有個Auto Hold的功能 可以適應你的需求 來去決定要不要開啟 如果說打開之後 這邊其實有滿大的一個收納空間 然後裡面有兩個USB-C的充電 那前面這一個小小的開放式空間 基本上拿來放鑰匙算是滿剛好的 那這個鑰匙的設計呢 其實它除了本身的壓控器之外 它還有附一個實體的鑰匙 那這個實體鑰匙呢 目前我們除了要去開車門 就是可能你特殊情況需要去開車門之外 後座的V2L插座它其實也是鎖起來的 因為它是怕說小孩我可能會去使用它 那你要使用後座V2L的話 必須要使用這個實體鑰匙 才能夠打開它 我們看其他的收納機能 輔助打開之後 它空間其實不算大 但是它有一些小小的分類機能 它算是還不錯 那這台車 它除了我們剛才講的這些機能之外 它其實滿重視一件部分 就是整體的車式座艙的照明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 車門上面 現在是沒有車窗控制按鍵的 它只要把它整片都拿來控制 這些光暈的漸層效果 在這裡面呢 它除了切換不同的駕駛模式 你光本身就會變之外呢 你也可以到裡面去調整說 你的光到底要調成什麼顏色 這邊你可以選擇說 你要跟著你的駕駛模式去做切換 或是說你可以自己去選擇說 這個東西 這裡這裡 它基本上是兩個色彩去做一個組合 它自己會去做變化 比如說我要選擇黃色跟紫色 去做一個漸層的變化 那之後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就會使用這兩個色系為主的色彩 去做車內登工的變化 那在收納機的部分雖然說手要槍其實是相對比較小的 但其實安座的下面這裡 原廠是說這是一個空橋式的設計 反正就是下面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你要放包包或放大大小小小物品都沒有問題 那同時這裡也有一個12V的電源可以使用 OK那前座看完了 我們去看看後座的表現吧 後座空間大嗎 好我們現在坐在IO NIG6裡面 那我們這個後座乍看好像是滿大的 尤其是西部空間 我們剛才量度只有32公分之多 有一條淡水有那麼寬 但是呢 頭部的空間 受限於它的造型 確實比較侷限 如果說我真的是正經為座的話 我頭髮會是碰到天花板的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方法呢 你可能就自己要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但是因為電動車的地板普遍比油車來的高一些 因為下面要放電池嘛 所以即便這台車它的椅面是夠長 可是你的大腿還是沒辦法獲得一個很完整的支撐 你看你腳要往前伸一點點 往前伸就會發現說 伸不到前座下面 我覺得這台車最舒服的姿勢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至少它有個好處就是 這個座椅本身它的支撐效果不錯之外呢 它做起來比我們印象中柔軟很多耶 本來我們不是說你買沙發就要選你上買 我現在覺得買沙發你選現代好像也不錯喔 OK那我們看配備有什麼 首先呢你從後座可以去控制副駕駛座椅的位置 前面兩個座椅它都有一鍵的無中力模式 那基本上就是一種變相的記憶功能 讓你可以調整成一個相對比較舒服給放鬆的姿勢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椅背不夠躺也可以再往下 往下 這時候呢我終於知道說 它的吸附空間流這麼大是要幹嘛用 就是要給前座爽的 那後座就單大一點 好我們把它調回去 好一鍵回去 那電動的缺點呢就是 電動在運作的時候通常都是相對比較慢一點點的 那後座兩個座椅它都有加熱的機能 那你要控制加熱從車門這邊 這邊有兩段式的加熱功能 那加熱速度其實滿快的 你稍微按一下它就很熱了 那後座空調的部分呢它有兩個空調的觸風口 那這邊呢有兩個USB充電的機能 那在下面它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 那收納機能的部分呢在車門邊其實你也可以找到 那下面呢這裡有一個小的杯架 比較小罐的把特瓶它是可以放進去的 但再大一點的話就沒那麼好放了 那前面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 那這邊呢其實是門把啦 那其實你門把這兩個東西都可以使用 就依照你個人的使用需求 或是說呢等門關上之後 這裡拿來放手機啊等等物品也是滿方便的 那另外福壽裡面也有兩個杯架可以使用 只不過這個杯架它本身沒有夾緊的功能喔 你放上去喔它是比較容易倒的喔 看一下中間好不好做 唉唷 你看我馬上就撞到頭了 那坐中間的好處是說 因為地板面還是算整塊都是平的 所以你的腳呢局限喔不要沒有那麼多 但是呢缺點就是 後座真的是比較適合身材嬌小一點的人來做 好我們去看一下行李箱供電保線吧 行李箱夠大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RM6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那這個尾門呢是有感應開啟的功能 如果說你從比較遠的地方走回來的話呢 在那邊待個3秒看它燈會閃爍 等一下呢尾門就會自己打開了 那這台車它的行李箱空間並不是特別的大 原廠所公佈的Size它是401公升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平常試用的三個行李箱 一個29吋跟兩個20吋的燈機箱都放進去喔 那你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以使用 可以放你的包包或是一些比較零散的物品 那如果說這樣的空間還不夠你用的話呢 其實它車頭還有一個比較小的行李箱 那因為這台車它是四輪驅動版本是雙馬達的設計 所以它車頭行李箱是稍微小一點 只有14.5公升 那如果說你是後輪驅動版本的話呢 它車頭行李箱會有150公升可以使用喔 那如果說你要放一些比較長型的物品 它的後座也有一個快速釋放的機能 不過基本上這兩個只是拿來解鎖用 你要把椅背傾倒的話還是要到後座去操作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大家還常會使用到的 就是V2L機能 那這台車除了室內使用的V2L在後座椅面的下方之外呢 室外也有V2L可以使用 那你要先把這個小槍槍拿出來 然後打開你的充電蓋 那基本上就是直接插上你充電的這個孔 這樣就是它會開一聲 這代表已經鎖定了 看來真的沒鎖好 好這邊呢就有一個120V 15A的插座 那換算下來應該是1875W 那基本上在台灣所販賣的電器大部分都可以使用 除非它是220的 當然220我相信你也不會拿來插這裡喔 那只要在這個負載範圍裡面呢 基本上都算是安全的喔 那這本身它是有防水的設計喔 你插上去之後其實是可以把它這樣蓋起來 然後線從這邊跑出來 那使用完之後呢 如果說你要拔槍的話呢 記得車子還是要先解鎖 解鎖之後它才會解除鎖定 你才有辦法把V2L把它上來 然後蓋上你的充電蓋 好那我們去看看這台車到底開起來 像不像一台跑車吧 駕駛視野好嗎 在駕駛視野的部分 首先我必須跟大家說 這台車整體的駕駛視野並不算特別好 有幾個原因喔 第一個呢 因為它擋風玻璃 可視面積是相對比較小一些的 所以你往前面看過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它的視野感 沒有想像中那麼寬闊 再來是說呢 當我現在坐在這台車的標準的座高位置 比如說我的視線位置 是在擋風玻璃的正中間 這時候呢 我基本上我是看不太到引擎蓋的 尤其是右前方的引擎蓋 可以說是完全看不到 再加上這台車它本身的前輪路感 就做得比較少 所以呢 你有時候會不會太知道說 你的右前輪在什麼的位置 它的相對位置在哪裡 這是你在開這台車的時候呢 需要特別去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來講講A柱的設計 A柱的位置呢 它是稍微往前一點點的 也就是離我們自己是比較遠的 所以相對來說 在視野的影響上是比較小的 另外左邊的視野的部分呢 當你在開山路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左邊的視野感真的是很寬闊 在山路上開 你完全不用去擔心說 A柱它有過度的遮擋 但缺點就是呢 這台車右側的A柱 因為這時候你往這邊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A柱跟後視鏡中間的空隙 已經是不見了 因為角度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開這台車的時候呢 你就要特別注意 右前方以及後視鏡這個區域的視野 因為它們確實是比較不容易掌握的 動力順暢嗎 好 那動力銜接性開啟之前呢 我們要先開啟它的電動車聲浪 在這裡 OK 我們剛才是OFF 我把它開到最大聲 好 我們來體驗一下 這台車的電動車聲浪到底怎麼樣 有沒有 其實我現在還沒什麼踩油門喔 我只是順順的滑動 它就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電動車聲浪 然後稍微加一點 大家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 有沒有 它的確呢 隨著你油門喔 開的幅度加大 它的聲音也會越來越大 不過呢 我平常在開的時候呢 我是不會把它這個電動車聲浪開到最大聲 我一般呢 大概是開到最小聲 因為它有三段 開到最小聲 大家感受一下 它雖然是有聲音喔 但是它不會像剛剛一樣 那麼的吵 因為剛剛那種大聲的程度呢 甚至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都會被影響到喔 所以我一般啊 都是希望說 開一個最小限度的聲音 然後讓我 對於速度 比較不容易產生迷思 同時呢 可以增加我對於車子的掌握度 但又不會說 像開無聲一樣 你在加速過程中 非常的無聊喔 那這台車啊 雖然說它有321匹馬力 扭力有61.9公斤 0到100公里的加速 經過我們實測 也只要4.9秒 再加上呢 它有四輪傳動系統 所以呢 理論上啊 我們本來是想像說 它在全力加速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很強烈的衝進 類似像特斯拉的一樣 特斯拉當你在全油門的時候呢 它是扭力毫不保留 馬上完全給你 不過這台車它並不是這樣的設定 當你全油門下去之後 它會給你一點點緩衝 給你一點緩衝 感官上緩衝 之後呢 再馬上把動力的曲線拉上去 所以你即便知道說 它的加速很快 但是它給你本身的體感 並不是非常的強烈 不過畢竟數據還是會說話 因為4.9秒的成績擺在那邊 它依然是一台快車 煞車好掌握嗎 那麼在這台車的煞車設定部分 其實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因為它的煞車 其實跟它的動力回充系統 都算是綁在一起的 不管你是使用哪一段的動力回充 它都可以讓你在煞車的控制上面 起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它都可以視前方的路況 視你的需求 去微調你煞車的力道 而這個微調的幅度呢 它是讓你感受得到 但是不覺得突兀 所以我覺得整體煞車的設定 在這台車上真的是做得相當不錯 它既可以讓你打車子很平順的停下來 也可以在你進行一些 比較快捷之後駕駛值 賦予你足夠的加壓力道 同時它又很容易去控制 所以這個煞車我個人給它一個 滿高的評價 舒適性好嗎 在乘坐舒適度部分 我們先講隔音 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是有一個引擎聲浪的效果 但是我通常都是把它關掉 因為我需要說 再徹底去檢驗說 這台車它整體運作起來 它的隔音品質到底怎麼樣 其實就初步影響 包含我們這兩天這樣開下來 各種路況也都去試了 高速公路也開了 我覺得它整體的隔音效果 是滿不錯的 唯一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的底盤隔音 我不能說它的底盤隔音是比較不足 而是說 因為這台車它配的是P-Lito的跑胎 那P-Lito它本身對於胎罩的意志上面 它就比較沒那麼care 所以裝在這台車上的話 它就會導致一個結果 就是你覺得整體的車式隔音 都還是不錯的 但是呢 就是底盤傳進來照來講 是稍微大一點點的 另外這次 因為我們在試的過程中 也是下了滿大的雨 我們也發現另外一個特點 它後面不是有個很大片的尾翼嗎 那那個很大片尾翼 在下大雨的時候 那雨滴打在上面的噪音 真的是滿大聲的 因為它的材質 它不是金屬 它算是 應該是塑膠的吧 或是壓克力之類的 那雨滴打下去的時候 雨大的時候 從後面傳進來的噪音 真的滿大的 不過 撇除這個啦 我覺得整體的隔音表現 我覺得是水準之上 那麼舒適的部分 當然也包含了座椅 以及它整體的懸膠濾震性 結果座椅的設計部分 它座椅本身的版型 是比較寬大一點點的 我們一開始坐進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椅子好寬好舒服 然後服貼性也算是還不錯 但是呢 當你真正進行一個 比較快節奏的駕駛 或是在山路上開這台車的時候 它的側向包覆性 就沒有那麼強 甚至在山路上開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說 你的身體會稍微的滑動 所以我認為這個座椅 它是舒適度是夠 但是呢 在整體的包覆性上面 就有一點小小的不足 最後就是懸吊的濾震效果部分 當你坐在這台車上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本身懸吊是比較偏硬一些的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 它是電動車 電動車它通常都需要 把懸吊調調硬一點點 然後去應付它本身 電池多出來的重量 但是呢 當我們坐在前座的時候 你頂座呢 就是覺得說 它是懸吊比較硬 開起來比較雲動化 結果懸吊的濾震效果部分 我覺得前座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但是呢 當我們坐在後座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懸吊拼硬帶來的感受 它是更為強烈的 所以呢 即便啊 前座 我覺得舒適度 還在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但是 後座的乘坐舒適性 尤其是在 坑洞衝擊的洗手能力上面 我覺得就比較不足一些 尤其 當你坐在後座 遇到一些稍微大一點的坑洞 它會把衝擊 直接傳給你 相對來說 就沒有前座 坐起來那麼舒服 開起來怎麼樣 那麼這台車 到底開起來怎麼樣 我們先講總結好了 總結來看的話呢 我個人並不認為說 它是一台真正的電動跑車 而是一台性能加速比較快的電動房車 為什麼呢 即便它的加速真的是滿快的 我們實測0-100S要4.9秒 然後對於一般車來說 這已經是非常快了 但是呢 身為一台跑車 我覺得要幾個特點 第一個 除了性能之外呢 再來是說 它給你的互動性要夠強 然後呢 車子本身的超過性能要夠0強 那當你在開這台車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 它的互動並不是那麼的強烈 更多時候呢 你是在探索抓地力啊 以及慣性之間的拉鋸 而且呢 它並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鮮明 很直覺性的路感傳遞給你 所以 當你開了這台車 要很快的去Push它的極限的話 我覺得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再來是說呢 這台車它本身啊 因為車重的關係啊 它並沒有辦法呈現一個很靈巧的狀態 真正呢 車子上比較靈巧的狀態呢 反而是把四人傳動系統關掉 然後在乾地的情況下 因為這台車呢 因為車重的關係 即便喔 你有四人傳動系統 在絲滑的路面上 你還是會覺得 它抓地力 是比較難掌控 也比較有所不足的 但是呢 如果是乾地的情況下 你又把它開成後輪傳動模式了 這時候你才會開始感覺到 它有它俐落的一面 只是說呢 這個俐落 是相對於其他模式來說 是俐落 跟真正的跑車相比 還是與之間距離 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它可能還沒辦法 撐上一個真正的電動跑車 我比較會把它看成一台 加速比較快的四門電動車 開起來怎麼樣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IOLINK 6上面 會有哪些值得買 跟哪些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要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設計風格獨特 相信許多人之所以選擇的IOLINK 6 獨特的設計風格 絕對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除了能夠滿足你的審美觀 以及品味之外 我相信任何人看到這台車 無論他覺得是美還是醜 都能夠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將來肯定也能夠在電動車發展史上 留下一席之地 第二個有一點 配備水準豐富 在IOLINK 6上面 我們除了可以找到 現在新車必備的 半自動駕駛輔助機能之外 具有溫控調整的 雙前後電腦座椅 BOSE影響 整合遠鏡燈自動切換的 智慧型頭燈 另外車內外都可以使用的 遙控停車系統 另外像是環景 防點偵測等等 安全輔助系統 也在裡面可以找到 因此又配備水準來看 它確實已經接近了 豪華品牌的中階車款水準了 第三個有點完整的電動車機能 如果說我們用電動車機能 來檢視IONIQ 6的話 你會發現 它除了搭載一顆 77.4度的電池之外 因為配備了四輪傳動系統 所以也可以完整的釋放出 321匹馬力 以及61.9公斤米的扭力 另外0-100公里的加速 經過我們實測 甚至測速比原廠還快了4.9秒 另外在其他層面的部分 它也用800V電壓的快充架構 從10%充到80% 也只要18分鐘 回充力道的調整 也可以自由的去做切換 另外像是它也有使用的 V2L外接供電系統 所以就電動車的機能部分 的確是目前市場上 最完整的車款之一了 那麼需要考慮理由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後座空間受限 在IONIQ 6上面 為了去顧全它的風阻係數 以及它整體造型的確保 所以它採用一個斜背的設計 那這樣子的斜背設計 在後座頭部空間 確實是受到壓縮了 再加上它地板面 因為裝了電池 所以它地板面 是比起一般的汽車車 來得更高一些 縱使它的西部空間 長達了30公分 所以當你坐在後座的時候 你會覺得後座整體的乘坐感受 其實還是稱不上淘氣 第二個理由 懸吊特性偏硬 在所有的電動車上面 為了去應付電池增加所帶來的重量 都不可避免 要去選擇 支撐心更好 硬朗度更高的懸吊系統 那這樣子的設定呢 其實你也會發現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 懸吊變硬之後 那整體懸吊在運動的頻率 相對來說是比較高了 再來是說 它衝擊吸收的能力 會相對降低一些 那在IONIQ 6的前座部分 我們發現 其實它已經調整到 大家可以接受的水準之內 但是當你坐在後座的時候 較為明顯的彈跳 仍然是影響它出世度的主要因素 那這部分 就要看你的後座 是不是常要載人呢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也要去下載8891的APP 在上面你可以享受到更完整更豐富的服務 趕快下載喔 我們下次見